好,我们今天开始 那么今天主题就是这个路易十四的时代 上次是讲到这个英国发生内战 荷兰嘛,进入了黄金时代 今天主题是路易十四的时代 其实他们是同一个时期的时期 那么福尔泰有一本名著 叫做路易十四的时代 那么他说在人类历史上有四个最好的时代 那么当然就是希腊、罗马、佛罗伦萨和他说的路易十四的时代 那么原文是这样的,我念一遍 这四个真正享有剩余的时代中的 第一个是菲利普和亚历山大的时代 或者说是伯利克里、德莫斯蒂尼、亚里斯多德、布拉图、阿佩尔、菲迪亚斯和普拉克希特尔这类人物的时代 这里面一名有点,这些人我以前都讲过 第二个是凯撒和奥古斯多时代 这个时代还以卢克莱修、西塞罗、李维亚、维杰尔、赫拉斯、奥维德、瓦隆和维特·吕菲等人的名字著称 第三个是紧接着穆罕默的二世攻占军士坦丁堡之后的时代 读者还会记得当时意大利一个普通公民的家族完成了本应由欧洲各国国王进行的事业 美帝其家族把被土耳其人驱逐出的希腊学者召请到佛罗伦萨 这是意大利光辉的时代 艺术已经在该国获得新的生命 意大利人给予艺术以德行的称谓 正如早期的希腊人把艺术遵御为智慧一样 当时一切都趋于完美 文化记忆一如既往由希腊移植到意大利 种植在诗意的土地上 他在这块卧壤里倾客之间变得瘦骨累累 那么这个其实也是反映了欧洲的知识分子啊 对于这种什么时候 就像我们觉得什么汉唐盛世对吧 他们对于这种盛世的理解 特别是福尔泰所说的路易十四时代的 并不是说法国的这个时代 只是讲路易十四这个时代 应该不仅包括法国 也包括当时英国啊荷兰这些 走在这个世界文明前面的这些国家 那么就介绍路易十四这个人 路易十四呢他是1638年到1715年 活了大概78岁 他78岁在当时已经属于很长寿了 他在位是72年 也就是他五岁就做国王了 那么在可明确考证的主权国家 有主权的国家的君主中 他是在位时间最长的 目前为止 那么实际上只有一个人 明确的比他长的是这个埃及第六王朝这个佩批二世 那么埃及历史是有明确的这个比较好的历史记者 这点比中国要长很多对吧 那佩批二世根据这个埃及的史书记载 他是在位94年 佩批二世大概也是四岁五岁就继承法老这个位置的 然后死的时候是一百多岁了是吧 是吧 一百来岁了 在位时间94年 而且佩批二世他在位时间很长 但是第六王朝实际上佩批二世是埃及古王国时期最后一个法老 他死了以后这个埃及就进入了一个混乱的动荡的这个第一十二位期 我以前讲过第七王朝开始对吧 那么但是呢 因为佩批二世在位的这个年份很久很久了 这是公元前278年到公元前2184年 所以这个太遥远了 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万一是史书记载有误 或者我们考证不对对吧 所以这个无法确证 那么排名第二的 不久以前刚去世 是泰国国王这个拉玛九世 就是这个普密彭阿杜德这个国王 他是1946年到2016年在位71年 跟那个路易十四差了一年 没活过路易十四 那么今天还活着的 有可能超过路易十四就是我们这个 不是我们国家 是他们那个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他是1952年即位 至今已经65年了 看这个伊丽莎白女王能活多久了 能不能活过路易十四 好 那么 这是指这个路易十四在位时间长啊 那么跟路易十四同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帝王 比如说中国这个康熙皇帝就是 他1662年到1722年在位 对吧 当然在位时间肯定是比路易十四 康熙旨在位60几年嘛 比路易十四短一点 还有那个俄罗斯的彼得一世 1682年到1725年在位 那么俄罗斯也是俄罗斯走向强大的一个关键性的人物 对吧 好 这就是路易十四 我们讲路易十四小时候 1642年是黎塞留去世 我讲那时候是黎塞留掌权 是吧 到1643年的他的爸爸路易十三也去世 那么路易十三去世以后呢 是红衣主教马扎然掌权 这个巴黎的红衣主教就是法国的宰相 那么马扎然呢跟克里维尔关系很好 导致这个查理斯 查理斯不是被砍头了吗 被杀了吗 查理斯那个王后其实是路易十三的妹妹 就是法国的公主啊 他肯定是他老公他国王被砍头 那他肯定带着孩子逃到法国对吧 由于这个马扎然跟克里维尔好 所以他这个流亡的皇后啊 在法国也没有收到很好的待遇 作为法国的公主啊 他照理说是国王的妹妹 路易十三的妹妹 路易十四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爸爸的妹妹叫什么 叫姑姑还叫婶婶 反正就是姑姑叫姑姑 对吧 照理说是国王的姑姑 他应该日子很好 其实不一样的 他后来没办法 他法国都不让他待下去 他最后在欧洲各地联亡饱受疾苦 一直到他那个查理二十四 后来不是复辟吗 返回英国 1648年 三十年战争最后阶段 受到英国议会的鼓舞 法国贵族和巴黎高等法院也开始了这个 也开始反对国王 英国不是在闹吗 法国也闹了 这个叫投士党之乱 也就是这帮人在马上扔石头 所以后来起个名叫投士党 投士党之乱爆发以后 这个宰相马扎然王太后安妮 带着十岁的路易十四逃出巴黎 这也导致马扎然迅速于交战各国停战 签订了这个威斯特伐利亚合约 这也是为什么这个三十年战争中结束的一个原因嘛 法国这边的原因嘛 那么就在伦敦处决查理一期的时候 法国 马扎然和王太后逃到外面 就让孔代亲王率领大军返回巴黎平定的叛乱 孔代亲王我讲过 之前在那个跟法国打仗的时候 孔代亲王就已经是很厉害了 法国一个很厉害的将军 对吧 那么那个福尔泰这个人写述文笔确实很好 他说孔代亲王率领大军返回巴黎 巴黎这个叛乱的人群众多达十几万 孔代亲王这个只有七八百个士兵 回去放一阵枪这十几万人就被平定了 意思就是正规的军队跟一般的老百姓差别还是很大的 那么安妮王太后路易十四母子返回巴黎 不久以后 这个马扎然跟孔代亲王之间爆发矛盾了 两个人不合 马扎然就把孔代亲王给抓起来了 但是孔代亲王因为是法国的英雄嘛 对吧 而且安妮王太后母子都仰仗孔代亲王 所以这个最后破于舆论压力 那个马扎然就把孔代亲王给放了 孔代亲王跑到外地以后就帅了一句的打回巴黎来了 结果呢导致这个安妮和路易十四母子再次逃离巴黎 路易十四小的时候两次从巴黎逃掉 这个朝廷又开始 因为孔代亲王占领巴黎人嘛 对吧 旅游王中的法国朝廷宣布对马扎然戒指 就是满足孔代亲王 孔代亲王对马扎然不满意嘛 对吧 然后用安妮和路易十四孤儿寡母来赢得巴黎的舆论 大家都觉得 跟英国那边不一样 英国那边把那个查理一世给砍头了 这边说国王才十岁对吧 你们好意思哦 孤儿寡母多可怜对吧 而且他是国王啊 再怎么说 大家对国王都是有感情的对吧 好 马扎然名义上是解决 实际上他启用法国的另外一位军事天才叫提里纳子爵 然后率领军队来攻打孔代亲王 那么这时候呢 巴黎的舆论已经全部倒向安妮和路易十四了 所以这个孔代亲王啊在巴黎也待不下去了 1652年 逝世的孔代亲王就逃离巴黎 投靠法国的敌人西班牙了 孔代亲王投向西班牙了 那么安妮和路易十四的母子再次返回巴黎 马扎然呢也再次成为宰相 那么 马扎然就与克伦维亚修好 跟西班牙打了一仗 这个孔代亲王可是就像古罗马的那个叫谁啊 克里奥兰一样 率领这个敌人的军队回过来打这个法国 结果呢 马扎然就是克伦维亚修好 利用克伦维亚修好 再加上这个提里纳子爵的军队 在一场战役中打败了这个孔代亲王率领的西班牙军队 这场战役这个发生的地点很有名 最近一部电影 《敦克尔克》 这个是前面的敦克尔克战役 就是在这场战役中 孔代亲王率领的西班牙军队被法国打败 然后呢 后来西班牙军与法国议和 那么孔代亲王怎么办呢 孔代亲王又回到法国了 他们关系又好了 孔代亲王这次来这次去 到后来路易十四亲政的时代 孔代亲王和这个蒂琳娜这两个人啊 本来不是打仗了吗 这两个人又变成好朋友了 成为法国的两大元帅 为路易十四开创这个法国的军事霸权 这种事情稍微讲一下比较有意思 当时的这个风云人物 铁面人的传说可能都听说过 路易十四时代 这边路易十四早期就出现个铁面传说 路易十四当政的早期 监狱中有个受到良好照顾 但始终戴着个面具的人 根据多宗史料应该真有这么一个人 但他的身份一直是迷 很多人当时很多记载都说看到听说 或者看到或者听说 也不知道是谣传 反正说某个监狱里面有一个人一直是戴着面具的 那至于是不是戴着铁的面具不一定 有的记载里面说戴着这个面具是绒布的 戴铁可能不太舒服 就是有的 有 因为 而且关这个铁面人这个监狱 一般都是关 有点像中国的秦城监狱 都是关有点级别的人 对吧 所以别的一些有点级别的贵族 因为什么事情关在监狱里 看到这个铁面人了 是吧 那些贵族有的人后来被释放出来了 被释放了以后就跟人说 我在监狱里面看到过 有一个人真的是戴着一个面具的 那么然后呢 而且不止一个消息 连那个法国的王后跟人写信里面都提到过这个事情 但是法国王可能就是也属于宫廷禅说 他也未必真的见到过 那么这个铁面人到底是谁呢 这一直是历史的 历史致命意义 我觉得已经是永远无法考证出来了 那有人说这是马扎人和安妮王后的十三子 因为这个马扎人和安妮王后的关系这么好 有个十三子 还有说这是路易十四生下来的时候是个双胞胎 路易十四一个立为国王 另外一个就关起来 所以他要受到联好照顾嘛 但是又不能让大家知道他是谁 还有人说这个护国公克伦沃尔没死 被他们抓到法国了 其实克伦沃尔是被他们抓起来了 那么秘密地关在这个法国的监狱里 还有一种说法呢 就是英国的某个将军或者大臣 或者是英国国王查理二世的孙子 反正各种说法 那么这样呢就导致了有铁面人的主题出现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啊 电影啊电视中 那么大众嘛 这部小说的铁面人是最最有名的 那么在大众嘛这个小说中 铁面人的身份是路易十四的这个双胞胎的兄弟 而且他里面有这么一个说法 为什么后来路易十四这么能干 是因为他小时候吃的苦 实际上原来这个路易十四就是个顽固子弟 只会玩 那个好的路易十四是被作为铁面人关在监狱里的 后来不知道怎么搞到最后换了一下 就是把那个只会玩的那个路易十四灌到监狱里去 那个从小吃过苦的那个路易十四出来了 从此以后就是雄才大略这个 这个大中马小说里面都这么写的啊 这个也不能当真了 这个事情是我们 我觉得这个铁面人到底是谁已经是永远无法考证了 除非以后什么巴黎什么 因为他逛逛好几个监狱嘛 那些监狱墙都被人挖开了 都没找到什么关于铁面人的这个这些材料 对吧 好 还有就是路易十四 他从小喜欢跳巴黎舞 这个很有名 路易十四从小他就喜欢跳巴黎舞 而且他经常主演 在整个巴黎舞之间他主演 对吧 当然了他是国王了 他跳得不好 下面人也不敢说他跳得不好 一直到三十岁他身体发福了 那么无法在青丝上才跳舞了 那么在舞台上呢 喜欢扮演太阳神阿波罗 所以呢得到了这个太阳王的称号 那么1661年之前 红衣主教和马扎然和安妮王后呢 实际掌控是政权 对吧 到1661年马扎然去世了 那么路易十四其实从他妈妈发生了一些冲突啊 因为他妈妈呢 就决定用另外一个有名的一个贵族来做红衣主教来做宰将 那么其实不想把权利交给路易十四 因为前面路易十三就没什么权嘛 对吧 但是在发生冲突以后呢 反正最后把他妈妈给相当于流放吧 也不叫流放 就是把他妈妈安排到一个修道院去了 你去养老去吧 对吧 好吃好喝养老 对吧 然后24岁的路易十四开始自己签证 好 那么 这就是路易十四在1648年十岁的时候的路易十四的画像 那么我们一看 当时这个人啊 这个国王这个流行也不知道 我先讲两点 第一你们看这个地毯的花跟身上这个花 这个其实是当时的法国国旗 法国这个以前啊 我们知道法国国旗是红白蓝三色旗是吧 那是法国革命以后 平等自由博爱 那么之前呢 法国这个国旗是这种花 这种花叫什么花我也忘了 反正有一个名字 其实是波旁王朝的标志 所以他这种花 所以国王身上 你看当时人画画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要录一下眉腿 我们今天是女孩叫眉腿 当时这个男人他就得把腿录出来 录一条腿 而且穿的是高跟鞋 是吧 然后身上这个衣服呢好像很厚重 我感觉人家说就像披了一条什么 不是床单 直接把被子披在身上那种感觉是吧 这是1648年十岁的时候 这是1701年路易十四六十四岁的时候的画像 你看啊也是这样 高跟鞋 而且这个跟还是红颜色的高跟鞋 紧身裤 当时都流行穿这个 包的紧都不得了紧身裤 这个衣服都有垒丝边 然后身上披着一条被子 这种感觉啊 很厚的被子这种感觉 也不知道 反正当时流行就是这样 然后穿紧身裤 高跟鞋 其实不是 现在我们有的人都笑话说路易十四怎么怎么 其实也不是路易十四有什么怪毛病 对吧 这个当时贵族都这样 就流行这样的 当时有钱男人都穿高跟鞋的 也不是只有路易十四穿 对吧 紧身裤是怎么回事呢 是之前还不流行 后来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流行紧身裤 但是首先也是发现了有一种东西叫微生物 西方国家已经发现微生物了 已经通过显微镜看到细菌了 当时就已经有一种说法 就是人得病就是细菌爬到皮肤里去了 所以当时这个西方人有个流行 就穿那种高的非常紧的衣服 觉得这样的话细菌就爬不进去了 第一点 第二点呢 衣服往往又是那种丝绸或者丝绸 反正西方那时候也有丝绸 非常光滑 就觉得这个细菌一粘上去就滑下去了 有一种说法啊 然后造成当时这个西方人的衣服越穿越包越紧 然后呢这个国王你看上面披一条被子 下面这两个腿一定要把美腿给露出来 这个流行 这当时一种流行啊 这个就更有意思 这是路易十四全家福 那么这是路易十四 这里面每个人都扮演一个什么希腊神话的一个神啊 这大概是路易十四老婆扮演月亮神 你看他脑袋上有个月亮 路易十四肯定是太阳神了 这有他的老婆 有他的儿子 有他的女儿 对吧 这个人其实就是后来的这个奥尔良亲王 这是路易十四的弟弟 路易十四有个弟弟 这个可是真的 路易十四弟弟是有名的同性恋 很著名的 但是你们顺便看一下 这时候也流行把一条腿给露出来 女人不露腿了 男人就得把一条大腿给露出来 也不大腿 把一条眉腿给露出来 当时这个时尚 那么路易十四这个弟弟打仗很厉害 别看他是同性恋 喜欢男人 他打仗很厉害 所以后来路易十四对他那个弟弟始终有点妒忌 就是不让他弟弟再出去带兵打仗了 那么他虽然是同性恋 但是他也结婚了 也有孩子 他那老婆也是什么什么公主 因为他同性恋 他肯定不喜欢他老婆 对吧 他老婆其实跟路易十四有一腿 所以也搞不清他那孩子到底是谁 反正现在前段时间不是有个美 不是美剧 法剧吧 法尔塞公专讲这些乱七八糟的故事 对吧 当然路易十四这弟弟是同性恋 在当时是大家都知道的 是有名的 但只是不能名书而已 对吧 那么路易十四他的政策 他重用财政部长叫科尔贝尔 采取重商主义来发展法国的经济 所以他那时代就 科尔贝尔这个人很会管钱嘛 对吧 科尔贝尔有一句名言 叫向人民抽税 就像拔天鹅的羽毛一样 关键要尽可能的拔毛 但又不让天鹅被捅到 这句话很有名是吧 就是科尔贝尔说出来 那么当然在科尔贝尔管理下 至少路易十四前半段指令时期 这个法国这个一架子就有钱了 对吧 那么当然也在外面广泛的开辟殖民地 发展贸易各方面政策都比较得当 对吧 那么然后他还有个军备部长叫卢夫瓦侯爵 这个呢建立了一整套军役制度啊 炮兵学校啊 严格军官考核体制 统一军服统一旗帜 完整军饷制度 整个这个后勤军备制度 在他的管理下完成 所以说法国的军队弄比较强 也是有道理的 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这个后勤体制 那么在卢瓦夫的努力下 法国军队装备精量人员齐整后勤稳固 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了极大体现 那么1690年代法国军队 基本上常备军增加到四十万的常备军 这是很庞大的常备军啊 而且这四十万陆军可是装备精良的陆军 不是随便什么农民起义 就随便喊一批农民 不像那个什么华伦斯坦 跑到哪里就抓壮丁 直接抓来当兵 不是这样的 这个四十万陆军可是非常有战斗力的 好 文化 先稍微讲讲啊 这些戏剧有著名的有莫里安 莫里安专门喜欢写讽刺剧 当然他讽刺他也不敢讽刺路易十四对吧 音乐有个著名的音乐家叫吕利 当然了跟后来德国古典音乐相比 这些音乐家现在大家都不记得 吕利的音乐也不怎么样 也不怎么被人记得了 吕利这个人人品非常差 他是个意大利人 路易十四把他请来做相当于音乐总监 我们也叫艺术总监 这个人人品非常像 就是专门打击别人 然后他很会吹牛拍马 让路易十四下去 然后他很会迎合路易十四的想法 路易十四不是太阳王嘛 他在音乐里面 在艺术里面也要体现出我们这个国王有多利品 对吧 吕利这个人 前一段时间有一部法国电影 网上应该能找到资源 叫《国王之舞》 这里面就是讲吕利和这个路易十四的关系 路易十四跳舞 吕利在边上演奏音乐 路易十四这个吕利怎么帮路易十四 在这个艺术内域里面 那么还有科学 1660年之后 继英国之后设立了巴黎皇家科学院 卢浮宫由皇宫变成了科学院图书馆和博物馆 这卢浮宫这个宫啊 本来最早是个城堡是个皇宫 国王住国 后来法国又造了很多新的皇宫 国王也不住在这个里面 本来都准备拆了不用了 由于成立了这个皇家科学院 路易十四就决定把这个卢浮宫里面 科学院也放在卢浮宫里面 博物馆图书馆都放在卢浮宫里面 今天卢浮宫也是博物馆 对吧 那么路易十四那个时代 法国有一些想当当的这个数学家或者科学家的名字 比如说比较有名的帕斯卡 路易十四那时代的数学家 这个费马 这些名字我 你数学系的 我都不想带这么有名的这些人物 对吧 加昌迪是个哲学家 加昌迪是个哲学家 加昌迪是比较有名的哲学家 而且是唯物主义哲学家 比较有名的 然后呢 他还重金请来了 惠根斯卡西尼等欧洲第一流的科学家 惠根斯是荷兰人 卡西尼是意大利人 他们在本国的时候啊 虽然也没有穷到哪里 但是像惠根斯得自己磨镜片 他跟斯宾诺莎一样的 是磨镜片过日子 给人家磨眼睛的白眼睛的 到了法国可不一样 这个路易斯斯给他多少钱 就是说路易斯斯给科学家提供了高额津贴使 那科学家能够过上贵族的富裕生活 这一点是 从那时候开始啊 欧洲那些君王都喜欢这样 当然你首先要成为有名的科学家 有很多科学家生前没有名的 也拿不到这种路易斯斯的钱 路易斯斯又造了一个凡尔赛宫 听说过没有 凡尔斯宫在巴黎的郊区原来是一片沼泽 1624年的路易斯斯坂买下这块地是用来打猎的 里面呢 打猎有的时候要休息一下嘛 里面建立一个小型工 約有26个房间 路易斯斯小时候不是两次逃离巴黎 他就觉得巴黎这个地方啊 就是街道狭窄 人蝎混杂 各种什么人物都有 巴黎的这个城市是人口有比较多 尾声谷理条件也不是很好 所以他很讨厌这个巴黎的这个城市气氛 1667年起 路易十四开始大规模建设法尔赛宫 那么1682年是正式嵌入 法尔赛宫的主体部分是1688年完工 而后续的工程一直到1701年 成为世界上最华丽最庞大的宫殿群之一 那么从1682年开始到1789年 法国革命之间大概有100多年 法尔赛宫成为法国的实际首都 就是国王啊大成啊 其实都不是在巴黎的 就是在法尔赛宫的 路易十四让全国的贵族迁入法尔赛宫 使贵族因地方脱离关系 完成了法国之关的集权 本来法国还有一些公爵伯爵 住在各个自己有那个什么公国、伯国嘛 通通住到法尔赛宫来 然后呢这些人其实就没权 就挂过公爵伯爵的名字 科学家全部到卢户宫去 贵族全部到法尔赛宫来 当时就这样 这就是今天这个从天上 就像这个鸟看这个法尔赛宫的这个样子 很壮观 如果实际去感受一下 法尔赛宫成为一个样板 后来那个奥地利、维也纳的美全宫 或者什么普洛士、俄罗斯 俄罗斯在比特大利在圣比特宝造的地下环户 都尽可能要模仿这个法尔赛宫的样子 今天去旅游 可以去旅游一下相当的壮观 当然这种宫殿建筑的风格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中国我们不是这样的宫殿建筑 对吧 回过来说 路易十四这个人也有很多问题 有很多矛盾点 这个曼德斯就有一本书叫《波斯人姓渣》 曼德斯就比较有名的三本书 一本是波斯人姓渣、一本是罗马帝国 新习元云论、一本是论法的精神 这三本书比较有名 波斯人姓渣讲怎么样的故事 就想一个波斯人 波斯人呢到法国来旅游了 旅游的时候看到各种各样的事情呢 就写信回波斯 告诉波斯的朋友我在法国看到什么 其中有余奉行的一本写的 他说法国这个国王啊 他说法国这个国王很矛盾这个人 其实这是门德斯又在嘲讽这个路易十四了 他的一个大臣只有18岁 而他的一个情妇已经80岁 这个情妇是谁呢 就是那个曼特农夫人 曼特农夫人比路易十四年纪还大 最后路易十四其实是跟他种 路易十四虽然自己有个王后对吧 但这王后就是西班牙公主嘛 其实路易十四跟路易十四关系最好的那个女人 就是曼特农夫人 曼特农夫人比路易十四大五岁 最后路易十四死的时候七十几岁 曼特农是八十几岁了 对吧 那么他爱他的宗教 但谁要是主张应该一丝不苟的那个 恪守教规他又无法忍受 他虽然远离喧嚣的城市而且很少跟人交谈 但他苦苦终日为了让大家谈论他 他喜欢打仗 喜欢战利品 但是他害怕他的部队有好的将领率领 就跟他害怕敌军将领才能优秀一样 这个人还是蛮毛的 这是门特斯丘嘲扶他 门特斯丘这个波斯的性质是一本 大家如果去读一读 是一本蛮好玩的一个 可读性比较高 一部讽刺作品嘛 也不光讽刺那个法国 他想象了波斯的情况 也就是写信回波斯 那么这个波斯人在法国一边看着法国的事情 一边他们家里 因为波斯人嘛 家里妻妻臣寻还有太监 这帮妻妻太监在那个波斯打起来了 这个行李里面讲这个 然后他看到法国们又是这个样子对吧 这个门特斯丘这本书 前面都讲了一些基本的情况 现在开始讲这个政治啊 我们主题还是讲政治 路易十四上台以后 把这个国家清真了 把这个国家钱也有了 军队也准备好了 就发动了他的第一场战争 叫做遗产战争 为什么发动这个战争呢 路易十四娶的是西班牙国王费利四世的女儿的玛丽为王后 对吧 他表情结婚 路易十四的母亲安妮是费利三世的女儿 又是费利四世的妹妹 就是说明白吧 路易十四他妈就是费利三世的女儿 然后呢 路易十四又娶了费利四世的女儿为王后 这次放过假这个表情 惊心结婚蛮严重的 这些贵族之间 1665年 费利四世去世 儿子查理二世继位 那么注意我特地解释一下 西班牙国王查理二世 也就是西班牙第二个叫查理的国王 那么之前讲过那个神圣罗马皇帝叫查理五世 在西班牙应该是查理一世 所以看中国的书 有的时候也蛮搞的 有的人管他叫查理一世 或者翻译成另外一名叫卡洛斯一世 翻译成西班牙文的 今天西班牙国王是卡洛斯几世 反正就是说卡洛斯就是查理 然后这个在神圣罗马帝国排下来是第五个查理 所以叫查理 我一般都管他叫查理五世 在西班牙的话查理下来 这个查理是他没有做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了 他在西班牙是第二个叫查理的国王 所以叫查理二世 所以解释一下 那么路易十四开始这个上海话叫汪蝶 就是不讲理了 他说他自己作为菲利四世女豫 应该分得一部分遗产 于是他索要南尼德兰和这个费朗斯孔台地区 那么当然西班牙不肯给 于是以此为借口1667年爆发了这个对西班牙的战争 就是遗产战争 为什么索要南尼德兰和费朗斯孔台 我以前讲过长期以来西班牙跟法国之间这个仇敌的关系 实际上以前不是神圣罗马帝国跟西班牙是一起的嘛 这等于是这个西班牙把法国给包围了 那么一直到这个时候 我们看这个地图 这是1648年三十年战争结束以后的地图 红颜色的地方都是西班牙的 这是西班牙本土对吧 我讲过这个意大利战争以后 大部分的意大利包括米兰和纳布洛斯市 包括西西里萨丁岛都处于这个西班牙的直接统治之下 问题是 荷兰和尼德兰这块地方本来也是西班牙的 我讲过对吧 荷兰是闹独立的 荷兰成为一个独立国 那么南尼德兰 就今天比例是这块地方 基本上今天比例是这块地方 还在西班牙手里 另外法国这里以前有过伯耿蒂公国 经过这么多年各种结婚啊各种战争 留下了一块地方 就这里这块地方 叫做弗朗斯孔台地区 就法国实际上在 西班牙在法国背后留下了这么两块地方 一旦打起仗来 这两块这里一直是 我想刚才那个孔什么亲王 孔太亲王为什么在敦克尔克在这里啊 跟打那招对吧 就是因为这个敦克尔克在比例圣和法国这里嘛 所以说一直是 只要法国跟西班牙一打起来 这个战线这里有一条战线 这里还有一条战线 所以对法国来说一直把这两块地方视为是眼中钉 那么现在路易十四就说了 要作为嫁妆 不是作为嫁妆 作为遗产分给我 我是女婿嘛 女儿也可以继承遗产 法律上讲财产嘛 当然可以继承 当然这种要求肯定法国不会答应 肯定打起来 那么这时候的法国已经是根本在军事上 根本无力抵抗这个路易十四的军队 1668年法国已经占领了南尼德兰和费朗什孔台地区 以及神圣罗马帝国那些邻居 为什么会占领 因为神圣罗马帝国肯定站在西班牙一边的 第一点我讲过的 奥地利其实跟西班牙是一家的 然后神圣罗马帝国更弱了 当时你看这个进入德国 法国军队荷兰军队进入德国 就是随随便就欺负德国了当时 德国不是弗列车三百多个小国嘛 随便被他们欺负的那个时候 路易十四占领了南尼德兰 这样让荷兰感觉不爽了 荷兰觉得法国占领南尼德兰对荷兰这个威胁实在太大了 突然之间这个荷兰当时掌权的大议长是德威特 德威特他把这个荷兰的政策做了一个180大转弯 本来是荷兰是因为从西班牙独立的嘛 荷兰是联合法国英国对付西班牙的对吧 转眼之间他觉得如果让法国占领南极南这个不行的 所以他就转而支持西班牙和法国军队 1668年荷兰大议长德威特首先拉拢瑞典 然后呢他不是刚打败英国嘛 第二次印和战争不是把梅德威和战役 把英国彻底打完了 强迫英国加入组织三国统门 由这三个国家向路易十四施压 派人向路易十四宣布 如果你不从尼德兰和飞兰上孔台地区撤兵 那我们三个国家将向你宣战 你看这个瑞典是被拉来是打酱油的 是吧 然后英国是被强迫的 实际上真正这个三个国家里面就是荷兰 荷兰说你要是法国路易十四不从那里撤兵 那我就打你了 洛伊十四破于压力 终于西班牙签署条件 放弃了南尼德和飞兰上孔台地区 当然仍然得到了一些小城市 以及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些小地方得到了 这件事情一出把路易十四给气的 我腾腾太阳王路易十四 荷兰这个小小的共和国就这样欺负我 后面荷兰还欺负他已经看好了 其实整个路易十四一生就是荷兰跟他作对 主要是荷兰 荷兰是跟他作对的盟主 然后呢 英国 英国是刚被打败的 第二次英核战争 是被强迫拉进那个荷兰头目的 所以英国国王 当时不是那个查理二世嘛 就派人偷偷跟路易十四 哎呀这荷兰这样下去不得了 我们这个荷兰太厉害了 我们英国法国结盟吧 于是英法结盟 英国的原因是因为第二次英核战争被荷兰打败了 法国的原因是以前战争后 都打赢这个仗了 还被你强迫把这些地方给吐出来 路易十四当然不高兴了 面对强势荷兰 法国和英国解除秘密结盟 法国又收买这个瑞典的议员 让瑞典国会解除了这个三国同盟条约 其实瑞典就算在同盟里面 到时候也对象征性的学生战也不会真的打 太远了吧 那么法国和英国都经过了准备 英国这个军军要重新造起来吧 法国这个陆军也要准备一下吧 经过数据准备 1672年法英两国相继对荷兰学战 法国军队从陆路开始进攻荷兰 那么荷兰这个叫什么 这个硬伤啊 他海军再厉害再厉害 他陆军还是不行 跟法国不得迷吧 1972年战争对法国这边叫做法核战争 英国这边叫做第三次英核战争 那么法国陆军十二万 又孔带青龙率领 穿越西班牙南尼德兰和是罗马帝国的领土 直接进攻荷兰本土 这个西班牙南尼德兰放在那边已经没有什么做的 这个西班牙完全没有抵抗能力了 这个说起来西班牙的领土 这个法国军队想过就过了 根本不能抵抗了 这个在荷兰的时候就叫1672年灾难之年 这个法国的孔带青龙和雷提纳 法国两大颜帅率领十二法军直接进攻荷兰本土 荷兰过去与西班牙长期战争的时候呢 在南部有一条有多个新兴堡里组成的强大的防线 但是在这个已经静代化的法军面前好像没啥作用 法国军队这些城堡迅速都被法国占领 只有几个月 荷兰七个省就被法国占领了五个 那么剩下两个 一个叫荷兰省最重要的叫阿姆斯特丹 还有一个叫泽兰省 就是靠海的那两个省 那么路易斯本人也来到荷兰 跑到荷兰的很多城市 然后让这些城市里面的那些市民 就是向路易斯是效忠 就代表向路易斯臣服了 当然荷兰海军应该是无敌的 开战后不久 法国和英国的海军就被打败 或困在港口中无法出海 这个福尔泰地不是说 当时的开战的时候 不是讲所有的那些大型的那个远洋战舰 荷兰有一百多艘舰队 法国只有十艘 开战以后没多久 这些舰队要么别出去 出去就直接被荷兰给端掉 没什么好处 法国这个英国海军 法国海军当时真不如荷兰 但是强大的海军是无法挽救陆地上的灾难 所以1672年被称为荷兰的灾难之年 这个荷兰按照福尔泰书法 这个荷兰眼看就要灭国了 这个路易斯斯要直接挺进阿姆斯特丹 荷兰最重要的荷兰首都是海牙 海牙只是行政上的首都 实际上的中心是阿姆斯特丹 只要直接挺进海牙阿姆斯特丹 然后当时还发生了一个情况 阿姆斯特丹这是个城市 有城墙的 边上还有个小城市 说有几个法国骑兵出去偷东西 抢人家的什么鸡啊什么的 就是骑兵 正好到了这个城市 被这个城市的市长看到了 这个城市市长一看是法国军队来了 吓得是马上就是偷枪 向几个过来的法国骑兵交出城市的象征性 刚刚叫人家说这不是法国军队来了 这是几个偷东西的法国骑兵 马上把钥匙再收回 马上把城门再关起来 有这么一个故事啊 然后说荷兰有钱人已经看这一项小区 荷兰是保不住了 荷兰有钱人已经开始庆典 我有多少船啊 都准备装船了 装船去哪里 去印度尼西亚 因为印度尼西亚是荷兰的殖民地嘛 荷兰的有钱人都准备往印度尼西亚逃了 在这种情况下 战争的势力让荷兰人都怪罪当成的这个大议长德威特 都是你德威特干的好事 谁叫你得罪路易十四的 你海军牛逼有什么用呢 海军在离海跟英国打打是可以的 跟法国是不能打的 那么当时这个奥伦兹亲王 文莱三世已经22岁 荷兰民众呼吁任命 奥伦兹亲王为执政官来拯救荷兰 那么荷兰的奥伦兹派和共同派之争斗争再次激烈 又吵起来了 在荷兰议会里面 8月20日 德威特的弟弟因为一件事情被灌在海洋的监狱中 后来被处罚进释放 那么德威特是坐着马车来接弟弟出狱 在监狱外兄弟两人被一群愤怒的暴鸣活活打死 荷兰的大议长德威特 这个引起了全欧洲当时的轰动 为什么呢 德威特实际上相当于我们念的总统啊 就荷兰的最高指挥最高的首脑啊 当然这件事情本身跟奥伦治亲王跟奥伦治派是有 肯定是他们缩死的 或者他们眼睁睁的看着就是这个德威特被打死 这件事情是很多人说的 包括维莲三十二十二十四 维莲三十二十四 本人是逃不了干系的 那么德威特的死是共和派的这个巨大挫折 也是自荷兰建国以来 奉行民主自由理想的知识分子的一大挫折 说成怎么回事 整个荷兰大家看 德威特意思就是威廉三世又上台了 那荷兰本来就有点像半君主制国家 荷兰开始向君主制方向转变了 这也是斯宾诺萨写下的 斯宾诺萨当时很激动 根据一些记载 斯宾诺萨是个哲学家 哲学家不太关心这种政治上的事情 这件事情爆发以后 斯宾诺萨那些朋友说 斯宾诺萨在房间里做不着 写了一份大字报就被贴出去 怎么可以这样 你们对德威特不满 你们可以通过议会的法律上去罢免他 怎么可以把人活活打死呢 结果他那朋友把他给拉住 外面都是报名现在 都是反对德威特的报名 你跑出去你说你支持德威特 那你也会被活活打死 你就把斯宾诺萨给拉回来 斯宾诺萨最后就写了一本书叫《政治论》 这本书他没写完 就讲君主制度啊 讲这个君主制度、贵族制度、民主制度 他们还没写完 现在人啊怎么说呢 我们现在斯宾诺萨那些书 我不是说百分之百看懂 但是我大致都看过一遍 一个人要走在时代的前面 这样才是难能可贵 斯宾诺萨这种人 如果你现在去看斯宾诺萨政治论 或者是神学政治论 你想想斯宾诺萨生活那个时代 他能写出这样的书来 这种书 那斯宾诺萨后来之所以大家很赞赏斯宾诺萨 是因为他这些书 你再去跟一百年以后的福尔泰、卢梭的书一对比 你发现斯宾诺萨比他们早了一百年 这是很不容易的 所以一个人能够走 他的思想啊 他写下的东西能够走在他的 远远走在他的时代前面 那么当时荷兰虽然是富裕的国家 但是大多数人这些暴民 今天我们讲的中国很多叫粉红是吧 砸日本车是吧 差不多的性质 德威特被活活打死 那么这个议会里面奥伦制派就占上风了 然后二十二世的维廉三世被选举为荷兰的执政官和军队总司令 这个维廉三世还真不负众望 还真有本事 当然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想出来 还是他的幕僚想出来的 就是下令这个荷兰是一个低地城市 就是比海平面低 靠那个不断填海造填的是吧 然后有那个拦着海的大坝 把那个大坝给炸了 让海水倒关进来 让整个荷兰差不多都被海水淹没 法国军队无法推进到海牙阿姆斯坦 法国军队也泡水里了 那么像这种阿姆斯坦海牙这些大水 本身这个城市还有一圈地 能够保住这个城市市区 所以整个郊区农村全部泡在海水里了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这荷兰就派出各种使戒去 跟西班牙、深圳罗马帝国等国 组成大同盟 路易斯坦要把我荷兰给灭了 你们这些国家也不会有好日子过 所以很快那些国家都向法国宣战 西班牙、深圳罗马帝国 从一场战争又变成一场世界大战 然后呢 法国四面受敌 不得不撤退部分兵力 海上也是大火全盛 这个利口海军再次被打败 这荷兰这个海神叫德鲁伊特我讲过 反正他打仗不会输的了 结果在1675年在西西里的一场海战中争亡 为什么跑到西西里去打 当时这种战是全世界各地同时在打的都是 西西里是法国有一支军队 因为西西里属于西班牙的 法国有一支军队要在西班牙登陆荷兰去祖劫 那么在海战之中 德鲁伊特一不小心被一枪就打死了 那么德鲁伊特呢 这个人就是说名称非常非常小 因为他死了以后 法国也知道了 都知道了是吧 然后运他棺材那艘船 就是往荷兰开的时候 路过法国的港口 路易斯是下命令的 所有的军舰所有的人都要鸣枪致敬的 对他表示一种尊敬 因为他是太有名的这个海军上将 这件事情是真的 如果你们现在看那部荷兰电影《海军上将》对吧 那部电影有一点不真 就是讲那个德鲁伊特去打西西里这场战 是威廉三是想害死他 德鲁伊特是德威特的人 其实不是这样的 这部电影唯一的不符合史实的地方就是这里 那至于他回来的一路上 这个法国舰队都要命枪示异 这个事实是真的 历史上有忌惮的 路易斯是确实下过这个命令 那么路易斯是在 福尔泰在这个路易斯时代这本书里面这样写的 法国使劲向波斯国王吹嘘说 法国已经快要征服荷兰了 这个波斯国王说 这怎么可能呢 你没看到霍姆兹海峡荷兰的船只树木 还是法国的行辈吗 印度洋还是荷兰的 对吧 好 那么当然英国海军再次被打败 英国国内对国王联合路易斯是也很有意见 1674年英国和荷兰签署条约 赔偿荷兰20万英镑退出了对荷兰战争 20万英镑并不是很大一笔钱 象征性的应该说 主要就是 其实就是荷兰打赢了啦 荷兰其实海上肯定是荷兰打赢了啦 这英国呢 但是对荷兰来说 当时这种局面对荷兰 英国退出战争 不管怎么说也是很重要的 对吧 你没看我们亚平成人赔款各地 英国也赔款 对吧 打败仗就得赔款 那么为了拉拢荷兰 也是就是表情结婚 又是精心结婚 那么经过威廉塞士努力 法河战争又演变成全欧洲战争 法国又开始对西班牙和罗马帝国作战 那么荷兰有个插曲啊 荷兰拉拢日耳曼各邦对法国先战 那么日耳曼各邦里面有个比较大的选题 叫伯兰登堡 就是后来的普鲁士对吧 那么瑞典受到法国拉拢 从背后进攻神圣罗马帝国的伯兰登堡 却被那个伯兰登堡当时的那个菲特列选帝后打败 这是伯兰登堡也是普鲁士第一次出现在强国武战 居然有一将把瑞典给打败了 当时瑞典肯定远远比他们强了 在三十年战争的时候 伯兰登堡这个地方瑞典军队可以随便过的 好 威廉塞士真的是很厉害 到1675年的时候 荷兰已经收复了全部国土 战争已经在西班牙和德意志各邦的领土上进行了 威廉塞士也是不负重望啊 对吧 好 到1678年各国都吃不消了 终于签署条约 法国虽然没有能够打败荷兰 但仍然取得了这个菲朗舍孔太帝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洛林公国土地 基本上形成今天法国的疆域 给大家看地图啊 虽然没能把荷兰给灭了 但是他终于实现了一个目标 就把这块地方给拿到手了 倒霉的又是西班牙 是吧 好 之后路易十四采取缓和的扩张手段 逐步吞噬神圣罗马帝国靠近法国那些小邦 导致1683年爆发的这个叫崇门战争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起这个名字 但是刚爆发没多久 因为1683年土耳其向神圣罗马帝国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 法国在边上虽然兴残略 但破语于欲联压力停止了对日耳曼各邦的进攻 所以崇门战争是规模比较小 打了一下就基本上就结束了 那么就要讲讲1683年土耳其这个事情了 这个叫做大土耳其战争 这也是在欧洲理想也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1566年苏莱曼大帝死后 土耳其又开始衰落了 苏丹是大却旁落 1578年与西班牙签署合约之后 土耳其与欧洲基督教国家再无比较大的冲突 到1656年这里也有一百年来年了 陷入内乱危机的土耳其出现了强人 叫大卫其尔 就是土耳其的宰相叫大卫其尔 这个大卫其尔名字叫科普鲁利与穆罕默德 在强域的宰相的管理下的土耳其再次强大起来 到1676年这个人叫卡拉·莫斯塔法·巴莎 担任大卫其尔 开始准备下欧洲大规模的扩张 这个人是蛮厉害的 他的目标是他坐上宰相 咱也要保住他宰相的位置嘛 一定要有战功 那么这次他是明确的就是要拿下欧也纳 他们的战略目标非常明确 那么1983年土耳其向神圣罗马帝国向上 到7月开始围攻欧也纳 从过去一样 罗马教皇又呼吁基督教各国团结起来 那么法国是坐视不理了 虽然没有去打那个 本来法国如果这时候再去打一下神圣罗马帝国 那神圣罗马帝国被土耳其给灭了 当然了 维也纳又要是被土耳其给给拿下了 还欧洲这些国家以后也不好过 那么荷兰当然是与神圣罗马帝国是同盟了 自然大量金钱 1683年围攻欧也纳的时候 9月份是波兰国王这个约翰三世率军队赶到 土耳其军队本来只是准备围攻欧也纳 所以说这个穆斯塔法这个宰相啊 准备了大量的是火炮哇工程器械 没有想过要打一场骑兵的野战 骑兵跟骑兵冲锋 如果他去打波兰 因为波兰都是骑兵嘛 波兰那个骑兵很漂亮 你们看过一些电影 波兰这个鱼骑兵啊 如果你们看过一些电影 无论是讲那个波兰那个时代那个骑兵啊 那个场面非常漂亮 波兰那个鱼骑兵背后带着两个很大的像翅膀一样的这个羽毛状的这个五颜六色这个东西 骑在马上非常 有些电影还是你们去看看 那个时代的波兰骑兵很厉害的 很漂亮 然后呢 土耳其本来是准备好大量的什么围城的 工程嘛呀 他知道维也纳当时城墙也是蛮厉害的 要把维也纳攻下来就围攻维也纳 没想到这边波兰骑兵冲锋了 土耳其对骑兵没有根本没有准备 所以呢 这也是波兰当时也是比较厉害的一次 最后我们看到波兰作为一个欧洲强国出现 救了一下维也纳 当然再过N年以后波兰就被他们给刮生了对吧 那么由于这个土耳其战败 这个奥地利和波兰开始大愧不地反攻 这个也是奥地利占领大部分区块地的开始 由于这个战败呢 到12月战败的这个卡拉、穆斯塔法、巴莎在贝尔格莱德被处死 宰相打败仗了嘛对吧 在欧洲教皇一呼吁 1684年维尼斯又参战了 夺取了希腊的波罗波尼西亚半岛和爱琴海的部分岛屿 这个大土耳其战争我们看到还是比较传统的 中世纪的传统战争 波兰和威尼斯作为全国最后一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威尼斯夺取了整个波罗波尼亚半岛 当时叫摩里亚景区 那么俄罗斯也响应这个号召了 大家欧洲各国嘛都对土耳其打 彼得大帝对土耳其发动了一系的战争 但是彼得大帝其实是打败的 这个我以后讲彼得大帝是会讲的 不管怎么说到1687年布满战争失败的这个土耳其军队本身发动政变 把那个苏丹给废了 立他弟弟为苏丹 反正就是土耳其本身也发生政变了 一直到1699年土耳其与奥地利波兰维尼斯签署条件 割让了大量土地 1700年与俄罗斯也签署上去 俄罗斯第一次获得了黑海的一个出海国 很小的一个 那时候克里米亚还是土耳其的 好 那么这就是稍微简单介绍当时所发生的大土耳其战争 那么这边法国 你看这个路易十四越来越厉害 1685年路易十四颁布这个奉丹白鲁赤令 他要统一全国思想 他是这个专制国家嘛 统一思想 统一在以我路易十四为核心的这个国王的职位 他要统一想他要一个国王一个宗教一个国家 所以呢法国必须统一到天主教下 新教在法国是非法的 我之前讲了亨利四世那个时代 亨利四世通过这个叫什么 南特赤令 让新教让法国成为宗教自由的国家了 信新教信天主教都可以 但这时候不行了 并且宣布你们要么离开法国 就是不信天主教的人要么离开法国 要么就改信天主教 对吧 造成大量的不同史学家统计不一样 20万到90万人的新教徒逃离法国 转而为荷兰和英国效力 其中有相当部分是专业人才企业家 甚至有军事名将 有这个叫尚母贝格元帅都 元帅他信新教的嘛 并且一搞这个元帅都跑到荷兰去了 那逃到荷兰一起 我马上后来就跑到英国 帮那个荷兰英国训练这个 按照法国的这种方式来训练这个军队了 是吧 那么余下的新教徒也变成了这个地下组织 就实际上一到法国革命前不久 法国才重新允许宗教自由 也是社会舆论的影响 但是惠根斯还是在法国 惠根斯算是信天主教信新教的 惠根斯是科学家 是吧 好像他也不会管这些科学家 对吧 那么1683年维也纳之威结束了 那么奥地利是土耳其处于公式对吧 所以从舆论上讲路易斯说我又可以见过你们了 土耳其已经被你们打败了 1688年路易斯四决定再次出兵神圣罗马帝国 欧洲各国都害怕路易斯四 于是纷纷于奥地利结盟 组成了由荷兰、奥地利、西班牙、日耳曼、多苏邦国的 组成大同盟 叫大同盟 那么所以这个1688年到1697年这个叫做大同盟战争 又名九年战争 那么奥地利不得不分兵 把军队对付土耳其调回来 当然也缓解了土耳其的压力 最终也导致这个跟土耳其打不下去 那么英国在之后加入 英国为什么会加入 我要介绍一下 那就是英国的光荣革命 1685年复辟的查理二世去世了 他的弟弟詹姆斯二世继位 詹姆斯二世是统静天主教的 政策上呢他由于路易斯四结盟 引发英国国内资产阶级的普遍不满 到1687年 詹姆斯二世想要加强军权再次解散议会 英国这个国王是詹姆斯 查理二世还算老实的 不能得罪议会的 詹姆斯二世又把议会给解散了 他忘记他老爸查理一世脑袋怎么掉的 议会中很多人开始跟荷兰的这个维廉三世 开始秘密联络了 对吧 维廉三世的妈妈呢是查理一世的女儿 维廉三世的 詹姆斯二世的姐姐 维廉三世又娶了这个詹姆斯二世的女儿 所以从法律上讲 这个维廉三世其实跟英国这个亲戚关系很近的了 所以英国有人想要让维廉成为英国的国王 那么维廉一方面同法国作战 一方面秘密准备了两万陆军 四百余筹运兵船准备登陆英国了 所以像这么大个洞子准备这么多军队这么多船 而且是肯定是运兵船 肯定这个消息不可能 其实维廉确实保密工作做的蛮好的 确实保密的 但是路易十世已经得到钱包了 路易十世得到钱包以后呢 就通报给詹姆斯二世说不得了 这荷兰可能要登陆英国 对吧 你要准备 可能这个荷兰海军可能突然 因为荷兰是有制海权的 对吧当时荷兰军队可能要登陆英国了 他说 詹姆斯二世这个人呢 后来有一个绰号叫史詹姆斯 确实这个个人能力啊各方面啊确实也不行 他就算得到了消息他也不以为然 他说荷兰不就是海军那天吗 他陆军一登陆 我英国的陆军他才两万陆军 我英国能调到的陆军比他多得多了 不怕他吗 对不对 啊 詹姆斯二世不怕 结果1688年11月威廉二世率领两万荷兰军队 其中7000还是从丹麦过来的 在英国登陆 一登陆以后一路上英国军队全部倒戈 兵不卸任12月就进入伦敦了 英国人啊都欢迎这个威廉三世 主要是宗教关系 新教嘛 而且代表荷兰代表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地方 大家都很欢迎荷兰来 威廉二世就逃往法国 据说是威廉故意放跑的詹姆斯 以免再次出现国王流血 结果到11月占领伦敦了 到第二年1月对吧 议会不是被那个詹姆斯二世解散了吗 威廉着急 马上把议员都招了 上次的议会那些议员全部招来开会 宣布废除 由议会宣布废除詹姆斯二世的王位 由威廉三世和他的那个妻子玛丽 就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嘛 共同两个人同时成为英国国王 但那个玛丽其实是陪衬一下了 对吧 同时他宣布了这个权力法案 也就是说这就是郡主立宪了 权力法案就是说权力是在议会手里的 国王干什么事 议会同意的对吧 那么同时呢把英国哲学家约翰·洛克 本来也逃到荷兰去带回英国 发表了著名的名著叫《政府论》 1689年发表了 大家去看一下 郡主立宪之的这个理论文献 从威廉登陆至此没有留一滴血 完成了英国君主立宪之的革命 史称光荣革命 这是英国1688年的光荣革命 荷兰执政威廉到这个时候 确实蛮厉害的蛮能干的对吧 这是自佛罗伦萨共和国灭亡以来 地中海城市文明与欧洲中世纪封建贵族政治的一个完美妥协 一方面代表了这个议会 代表了城市的自由 对吧 地中海的城市文明这种特点 代表了每个人的公民的权利 一方面呢 威廉三世本人又是奥伦治亲王 奥伦治亲王从世纪以来就是荷兰的贵族 很有体面的 他又是英国国王的女婿对吧 又娶了一个国王的女儿 然后呢 英国人也能接受他为国王对吧 同时又彻底接受权利反应 从此以后英国就变成一个君主立宪之国家了 当然你说国王没权 这威廉三世可是权利很大的 那么另外一个我们今天看一些史书 就是不要以为这个时候威廉三世 实际上威廉三世代理的这个两万荷兰军队 应该说是入侵英国 登陆英国入侵 这是有史以来最后一次从欧洲大陆 下一次无论是拿破仑还是希特勒都没有成功过 有史以来最后一次由欧洲大陆的军队入侵英国 对吧 当然了英国内部有内鬼 全都帮他 这也是英国内部的人对詹姆斯二世的不满呗 那么从此以后英国基本上就没有内战了 维持这个稳定的一个君主立宪之体系 那么今天有很多包括那个时代很多人 其实很多英国人对威廉三世是很有意见的 他们都觉得英国是被征服的 比如说英国的皇宫 威廉三世是信不过英国人的 这个是很有名的事 发生过很多问题 威廉三世在欧洲大陆跟路易斯斯打的时候用的都是英国兵 但是在英国本土他不用英国兵 连他的卫兵都没有一个英国人 全是荷兰人 当然他信不过英国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主要是威廉二世是英国国王嘛 他相信很多英国人可能心里面还是忠于这个威廉二世的 对吧 他也怕 那么虽然登陆到占领伦敦没有落雪 但是在苏格拉罕、爱尔兰发生了大量的 仍然有大量詹姆斯追者 仍然爆发了战争 还是打的 还是杀了不少人的 1690年威廉三世率军在爱尔兰登陆 詹姆斯二世则在法国制作下率军抵抗 在杜布林以北的这个伯英河战役中 威廉三世打败了詹姆斯二世 詹姆斯二世再次流往法国 詹姆斯二世确实也没什么能耐 这个当这场战役啊 比如说这个爱尔兰人、苏格兰人 包括这个路易茨斯都看见 你詹姆斯二世太没用了 然后这时候詹姆斯二世军队里面有5000是法国士兵 已经很厉害了 法国军队也在那边对吧 就帮詹姆斯二世打 所以说 那么由于荷兰执政 威廉塞斯又成了英国国王 英国也加入了反对法国的大同盟 此后荷兰与英国一直保持同盟关系 直到美国独立战争 那么光仲革命看起来是荷兰的巨大胜利 英国成为荷兰的附庸 但是此后大量的荷兰有钱的人就把财产转移到英国 为什么啊 刚才1672年灾难之年 这个法国军队出来就来了 这个钱我们放在英国安全一点 那么荷兰也越来越依赖英国的力量 实际上是英国开始强于荷兰 就是后面出来打仗的包括什么都是英国人出来的 那么这个同盟关系保持一百年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呢 是一方面荷兰英国抓了不少荷兰船 荷兰的那些商船走私武器给华盛顿他们 那么由此呢就是引起了荷兰的不满 然后荷兰还自以为自己是世界一流大国 你敢抓我荷兰的船 那就对你英国宣战 宣战完了以后才发现荷兰就那几艘破军舰都停在港口里多少年没出来过了已经 是吧 然后荷兰 当时你别看啊 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 荷兰起到作为挺大的啊 马上造军舰 新的一支舰队出去 还又能再打败 至少打败过一次英国 然后呢 美国独立战争 我们讲是三国演义嘛 就是法国、荷兰、英国是吧 这时候是美国独立战争的时候英国最强 那法国、荷兰结盟 封锁大事一样 不让英国的军队去在美洲登陆 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华盛顿的军队都是法国人训练的 荷兰还给美国提供了多少多少贷款 荷兰是世界上当时最富的金融中心 就是这个作用对美国独立可是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要不是这个荷兰提供了这么多钱 法国还提供兵、提供军舰 这个美国真还独立不了 对吧 这是后话啊 这个人就是威廉塞士 看起来也比较好像威武的样子是吧 那么这个就比较好记了 因为他无论是作为奥伦次卿还是作为英格兰国王 他都是第三个威廉 所以说两边都是威廉塞士 那么这样威廉塞士成为大图盟的领袖 率领着英国、荷兰、西班牙、日耳曼各邦的军队对抗路易斯斯 总体上讲威廉塞士是个政治家 并不擅长在战场上指挥作战 法国这边是孔代秦王、蒂雷纳、子爵等伊甸名将都已经死了 这时候呢是名将卢森堡公爵 总体上讲具体的战役上法国仍然占优势 威廉塞士其实在战场上不行的 对吧 那么法国在海外的殖民地除了加拿大是首入了 那么在加拿大和美国的历史上称为威廉王之舰 这威廉王就是指英国国王当时是威廉嘛 反正加拿大和美国也打成一国州 但是不管怎么这次英国没有把加拿大拿下来 等到青年战争的时候才把加拿大拿下来 别的地方差不多都被英国和荷兰躲去 法国在印度首府叫本地治理 这个名字蛮好记得的叫本地治理啊 今天还有一个事也是印度城市啊 也被荷兰攻克了 到1694年法国和西欧都发生了饥荒 卢森堡公爵也于1695年去世 路易十四也支撑不住 法国发生大疾瘩死了好多人 交战各国于1694年签署这个雷斯威克条约 路易十四终于承认了这个威廉三世为英国国王 那么西班牙和法国的领土也略为调整 印度的本地治理呢 当时按照这个条约也是还给了法国 那么总体上讲这场战争最大的这个厉害就是荷兰 荷兰是盟主啊 威廉三世是盟主啊 是吧好 1694年这个威廉三世老婆玛丽女王去世了 那么到1702年威廉三世有一次从马上摔下来 52年时候也去世了 那玛丽和威廉是没有孩子的 那么荷兰再次没有执政官了 是吧 后面继承者不行 共和白重新掌权 这个人叫安东尼海因斯 成为新一任的荷兰大议长 那么安东尼海因斯本来就是这个威廉的好朋友 此后荷兰也长期奉行于英国结盟的政策 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 那么玛丽去世 威廉三世也去世 那么英国立谁为国王呢 就玛丽的妹妹安妮继位为英国国王 这个安妮呀又拼命想办法生孩子 结果怀了十几次孕聚的时候都没生下来 只有生下来过一个儿子 没多久这个儿子夭折了 结果没有国王了 那么詹姆斯二世是有儿子的 但是英国议会坚决不让詹姆斯的后代继位 那么安妮女王是1714年去世的 议会就请德国的这个汉多威选帝后乔治一世为英国国王 他们欧洲国家这个结婚关系 这个汉多威选帝后这个乔治一世 反正他们以前跟英国什么什么婚姻关系 对吧 反正按血统也能排上 此后英国就一直在德国保有汉多威的一块飞地 一直到1830年是威廉四世 没有了男性后代 英国有威多利亚女王继位 但是呢 汉多威的法律不允许女性继位 所以另选男性旁之 英国与汉多威就分开了 所以前面一百多年 这个英国在欧洲大陆还有这个汉多威这么一块飞地 对吧 因为英国国王又是汉多威选帝后嘛 这个事情 那么这个大同盟战争结束以后 又过了几年这个路易十四又坐不住了 又要发动战争了 这路易十四就是叫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 路易十四在位时的最后一场世界大战 前面是哪几场啊 遗产战争、法河战争、崇盟战争、大同盟战争 路易十四在位战争基本上没停过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路易十四他的妈妈和王后都是西班牙的公主 所以路易十四这一半理论上也能继承西班牙的王位 对吧 这个1702年西班牙的费利斯是去世没有后代 费利斯是遗嘱中指定路易十四的孙子 费利五世为西班牙国王 这是路易十四正有这么一份遗嘱的啊 所以说这个要记得 这个当时国王的名字你看啊 这个法国全是路易 西班牙全是费利对吧 英国不是查理就是詹姆斯对吧 很好记是吧 但是也很奇怪 这个路易十四这个有一个孙子叫费利 看到没有 那当然作为西班牙国王就是费利五世啊对吧 那法理上讲 费利五世确实有比较优先的精神权 但是欧洲其他国家是不能容忍法国吞并西班牙的 对不对 特别是传统上和西班牙是一家的奥地利 奥地利的大公查理 就是后来的神圣罗马帝国查理 虽然亲戚关系上比费利六世要远 但仍然得到特别是荷兰和英国的支持 他们觉得这个怎么能够让西班牙落到路易十四的手里呢 于是这个双方又展开了一场世界大战 而这次主要的战场是西班牙本土的 西班牙人民又倒霉了 那么双方阵营看好啊 荷兰盟主是荷兰对吧 荷兰英国奥地利 奥地利已经加上匈牙利 布兰登堡 布兰登堡后来就是普鲁士了 汉挪威 汉挪威们属于英国的了对吧 以及大部分的意大利城防 那么法国跟那个巴伐利亚 克罗以及少数几个得益的邦国 那么1702年开战的时候 萨复伊和葡萄牙是法国的盟国 但是不久就倒戈了 西班牙本国的官员和军队不知所从 到底哪个是我们的国王 那么有的人觉得这个既然前面的遗嘱规定菲利五世做国王 我们就欢迎法国那个路易十四孙子来做国王也行 但是很多人觉得不服啊 我们跟法国都几百年打了 怎么让法国来统治我们呢 所以两边都有投靠 但总体上是投靠法国的多一些 那么英国出现这个元帅 就是我也不想详细讲了这里面各种战争 有的我网上考虑了 中国也有不少男孩子很喜欢这里面的这场战役 那场战役用什么武器穿的什么军装 这场战役上哪个元帅用了一个什么办法 打败了另外一个元帅 对吧 这种事情很多很多 这我就不详细讲了 那么英国这个元帅比较有名叫约翰·秋杰尔 他是后来这个我们知道 艾斯大帅是温斯顿秋杰尔吧 他是他不知道是爷爷的爷爷 反正就是他祖先了 当时是出名了 然后奥地利这个元帅叫欧庚亲王 法国呢是这个维拉尔元帅 这几个人都是当时这个战场上的风云人物 稍微把这个战争经过讲一样 这个战争打的也是昏天黑地 法军很清楚还是要利用陆军又是要把荷兰给搞掉是吧 法军北上 那么荷兰现在有英国了 对吧 荷兰本国是没多少人的对吧 英国有人对吧 就被秋杰尔所率领的英和联军击退 1703年这个维格外海传 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决队被英国和荷兰的联合决队消灭 法国丧失自然权 也是因为这个1703年 到1704年的时候英国登陆西班牙占领之布罗陀 导致萨夫伊和葡萄牙倒戈 葡萄牙本来还是帮法国的 一看好多打到我家门口了 看来我英国算了 好 萨夫伊是那个意大利那边那个国家 那1704年8月叫布伦海姆战役 欧根亲王和丘吉尔率领的这个英和奥地利联军 打败法国和巴伐利亚联军 巴伐利亚退出战争 看整个这打仗打仗现在对法国都是不利的 这是温斯顿丘吉尔讲的一句话 温斯顿丘吉尔写了一本书叫《英语国家史略》 就是讲英国历史的 然后他评价他那个老祖宗 他说战场战役打完以后 路易十四不能理解 他的优良的军队不但战败而且灭亡了 从此他考虑的已经不是怎样称霸欧洲 而是如何体面的结束这场由他挑起的战争了 路易十四这时候是最困难的最倒霉的时候了 随着这个反法军队越来越厉害 1706年菲利五世是陶里马德里 奥地利的查理六世带着反法同盟军队进入马德里 宣布成为西班牙国家 好像他们赢了对吧 1707年法军反攻重新夺取大部分西班牙 奥地利军队进攻法国的大军在土轮也被打败 1709年法军又大规模的进攻荷兰又被打败 1710年法军重新占领马德里 双方就只要拉鞠战打来打去 双方陷入僵持 于是呢欧洲国家打仗又开始谈了 谈判 谁也打不赢谁嘛 1714年法国与交战那个国是除了奥地利以外 签署了这个乌德勒治合约 1705年法国与奥地利签署了这个拉什塔特合约 这个西班牙王位集团终于结束了 那么这样的话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五世 终于算是得到大家承认了 得到了西班牙王位 从此西班牙变成了法国的附庸国 你看以前讲历史 西班牙跟法国斗了几百年 最后西班牙沦为法国的附庸国了 对吧 但是条约又规定了 法国与西班牙不得合并 法国与西班牙不可以是同一个国王 这样规定了 南尼德兰以及西班牙以前在意大利的领土中转给了奥地利 特别是南尼德兰 荷兰绝对不能允许南尼德兰留在路易齐斯手里 转给了奥地利 英国宣布从那时候开始占领吉姆罗陀 吉姆罗陀还在吉姆罗陀 这是西班牙王为吉姆战争 那么战争主要发生在西班牙本土 西班牙损失最为惨重 那么法国也是损失下重 荷兰则为支持这个战争耗尽的财力 英国奥地利算是大赢家 那么我们看这个西班牙王为吉姆战争以后 这个欧洲的领土 主要变化在哪里呢 南尼德兰这块本来是西班牙的 还有米兰还有纳布罗斯 包括这个萨丁岛 本来都是西班牙的 因为法国把西班牙给占了 所以这些地方全都长给奥地利的 那么你们看对土耳其这块啊 奥地利向这里大打波兰都向南边大打推进了 波兰拿到了整个乌克兰 波兰当时是波兰和立陶宛的联邦 就是两个民族的联邦 我以后会稍微再讲一下波兰的历史 波兰这个国家很特殊 波兰是又一个神神罗马帝国 他的国王其实没什么权的 全是地方上的这些诸侯有权 这也是波兰后来衰弱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波兰是一直 而且波兰国王是选举的 不能世袭的 大家轮流坐 对吧 但是在1683年大土耳其战之中 波兰是一下子差不多取得了整个乌克兰 然后这里有一块 所以这段历史我就不详细说了 这里有一块就是罗马尼亚这块 罗马尼亚呢 今天罗马尼亚也是由三部组成的 这个叫特拉瓦西亚 瓦拉吉亚和摩拉维亚三块 本来呢 因为这三块它有个什么特色 这三块的人语言是能通的 因为他们都是继承古 我讲过罗马尼亚其实这块地方 在罗马帝国时候叫达基亚 是罗马帝国征服的最后的一块比较大的地方 但是比较讽刺的是 当罗马帝国这个灭亡以后 大量蛮族入侵以后 别的地方都斯拉夫化了 这块地方的人仍然坚持认为自己是罗马人 坚持说拉丁语 所以这个地方罗马尼亚的语言比较有特色 他们是拉丁语,拉丁语族的 虽然跟古代拉丁语也有点区别 但是罗马尼亚的语言跟法国 跟法语跟意大利语都比较接近 今天罗马尼亚语也是这样的 属于拉丁语族的 所以为什么叫罗马尼亚罗马尼亚 他们一直自认为自己是罗马人 那么当时呢分成三块 特拉瓦西亚、瓦拉吉亚、摩拉维亚三块 这三块都被土耳其人给占了 所以当时呢就是在这个大土耳其战争当中呢 为了反抗土耳其这个地方的人 不是随着波兰军队这个奥地利军队打进来了 当地人也发动了这个反抗土耳其的起义 于是出现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 可能很多有点年纪的中国人知道这个事情 就以前有一部罗马尼亚电影叫《勇敢的米哈尔》 于是罗马尼亚出现了一个英雄人物叫米哈尔大公 第一次他第一次把这个三块地方统一在他的一个政权之下 但是呢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奥地利都不愿意看到 出现一个独立的罗马尼亚强国 奥地利也想抢这个地方 最后是奥地利跟土耳其签了个条约 把这个米哈尔给镇压下去 这两边啊 你别看奥地利跟土耳其打了 但对当地的人民可没什么 还是把这个米哈尔给镇压下去了 然后呢这块地方就防那个摩拉维亚跟瓦拉吉亚 还在土耳其手里 他的瓦西亚就留给了这个这个奥地利 然后呢你要看这里 鲍尔干的很多问题啊 都那时候遗留下来的 这个达尔玛提亚沿海地区是维尼斯坦里 你看维尼斯坦里占领了波罗伯尼斯坦岛对吧 这个边界当时签好条约这个边界 后来就成为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边界 留在这边的克罗地亚人是归奥地利统治 留在这边还是归土耳其统治 留在这边的塞尔维亚人继续信仰东正教 而留在那边的克罗地亚人 他们同一个民族感性天主教 所以形成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 这两个民族他们语言都通的 讲话都互相一样的 但是一个民族用的是天主教 一个民族信的是 塞尔维亚信的是东正教 还是拜扎基地区那个宗教 而克罗地亚是这边已经信天主教 而且用的文字克罗地亚用拉丁字母 塞尔维亚用希里尔字母 这个区分就是在当初 这个土耳其跟奥地利之间 把这块地方一分为二造成的 所以这种历史问题都是 然后由于波兰占领了乌克兰 波兰占领了乌克兰 实际上波兰是统治乌克兰的 而这个矛盾也是很实的 波兰是听天主教的 乌克兰是信东正教的 乌克兰始终先向着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也是信天主教的 这也是后来波兰和俄罗斯之间闹起矛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个就不扯开了 然后你看这个比利时这块南尼德兰就归奥地利了 从此以后这块地方就归奥地利了 因为当时也有道理 因为这个地方中间这块摆的不是神圣罗马帝国嘛 不管怎么 虽然分裂的这么厉害 但是他们认为这个神圣罗马帝国还是一个国家 对吧 所以归奥地利 奥地利是神圣罗马帝国这个皇帝理论上 对吧 是这么回事 这就是1714年这个西班牙王位战争结束以后的情况 好 第二年这个路易十四活到78岁终于去世了 他的儿子孙子都比他死得早 他的朋友他的敌人也都比他死得早 都当时的人寿命都不长嘛 他的最好的女人就是麦特努夫人比他活得更长 1719年活到85岁 他的儿子孙子都死了 那谁继承王位呢 那么当然他的曾孙就是五岁的路易十五继位 由阿尔良亲王设成 这个阿尔良亲王就是路易斯那个同仙连弟弟的儿子 二年亲王这一脉 后面政治上都有一定的作为的 好 那么路易十四一生是穷病毒 法国人口从2100万下降到1900万 饥荒战争对吧 连续不断的打仗 老百姓受苦了 真的是老百姓受苦了 路易十四是太阳王 最后也不是太阳王打成这个样子对吧 留下了个残破的世界第一的这个路上强国 荷兰的黄金时代也结束了 荷兰作为当时世界一流强国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虽然看起来是荷兰统领的英国 并且是全欧洲的反反同盟的盟主 看起来是这样 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以后 荷兰人普遍不愿意再继续保持是世界强国这个地位 以至于出现荷兰之后就大量的才是决队 以后更要依靠英国或者德国 当然荷兰继续保持欧洲中心的地位 有钱人的地位还继续保持 再后面到17几年 这个欧洲各国动不动就要开个会吗 荷兰作为一流强国 大家都尊重荷兰 请荷兰来开会 荷兰人都不愿意来开会 你们讨论吧 跟我荷兰无关的事情我不参与讨论了 不要听我荷兰的意见了 我不想再做强国了 因为做强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那么今天讲到这里 加油 加油 继续虾兰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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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